他叫藤木游座 是游戏王历代最强男主 年仅16岁的 他是刚升上高中的学生 但哪怕开学一个月了 这家伙也没有想和同学们 交流的打牌 并且碰到想和他说话的同学 他还用正三与反三进行交流 比如这个和马说 要交游座打牌 炫耀外部设备说明 对卡组没什么兴趣 第二 到现在也没去过VR时间 说明自己的实力不够 第三 只看外表而不去分析对手 总之作歌针对和马刚才的话语 又举出了三个例子 于是不善于和不正常的人交流的和马 以为遇到了精神病连忙跑开 由于这个时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打牌 所以人们只有进入到VR世界里才能决斗 同时衍生出来的还有AR人工智能 可以辅助决斗者们更好的打牌 不过就在今天 一个名叫汉诺骑士的神秘黑客组织 攻破了AR们的电子键 目的是想要抓住一个黑色的AR 与此同时 现实世界中的Soul公司也想要抓住黑色AR 但就在双方互相竞争时 身为世间顶级黑客的游坐出手了 与自己那开热狗店的朋友 合力做出了一个程序 抢在两大组之前抓住了黑色AR 因为游坐的童年有故事 所以他和汉诺骑士兼勇着 不是你死就是我王的仇恨 于是看着汉诺骑士的人正在VR世界里肆虐 刚捕获到AR的游坐就跑进热狗车 来到指定设施里进行变身 值得一提的是 现实里的游坐虽然是个怪人 但VR里的他可是当下最出名的决斗准魂卡 今天他一来到VR世界里 舅舅下了本剧的女主才钱魁 原来如此 游坐捕获黑色AR的目的 就是为了吸引汉诺骑士的仇恨 威胁其停止进攻VR世界 至此双方来到空旷区域 黑色AR虽然认为这个警生依人不太靠谱 但还是掀起了数据风暴 让游坐搭乘地滑板进行高速决斗 因为分战力和高速两个模式 所以这里大致介绍一下高速的规则 怪兽区域和魔线区域从五个砍到了三个 并且初始的手牌只有四张 且没有主要阶段二 好了话不多说 让我们排局搞起 由于这个时代的先攻的人不能抽牌 所以只能靠出使手牌进入操作 汉诺骑士召唤出入侵如虫 这张卡当对方场上没有怪兽时可以特殊召唤 游坐一眼看出这是要上级召唤的节奏 奈何猜是猜对了 但汉诺骑士要用来祭品的怪兽需要两只 因此这个杂鱼在棋手回合 就要召唤出自己的王牌怪兽 以解放两只入侵如虫作为祭品 上级召唤出攻击力高达3000的破解龙 做歌见状人都懵了 毕竟自己的手牌有点卡少 同时游坐因为是第一次玩高速决斗 所以不太适应 差一点就撞上了数据大魔 而这个模式下的自己一旦受伤 现实世界里的自己也会受到精神上的伤害 此时卡守了的游坐没有办法 只能在第一次的抽卡中 就使用了注定一抽 果断拿出了自己的靠谱怪兽 先是覆盖两张卡做好以不变应万变的准备 然后召唤出神抽到的电子牌 这一瞬间 两大组织的核心都愣住了 汉诺骑士一方更是郁闷到不行 因为他们没有想到 长久以来都想赶尽杀绝的电子戒组卡片 居然还有幸存的持有者 汉诺小兵表示问题不大 任何怪兽在破解龙的面前都会显得无力 发动破解龙的怪兽效果 下降对方召唤怪兽等级乘200的数值 并给予对方玩家等量的伤害 受到伤害的游坐果断反制 他要发动电子男巫的怪兽效果 将对方的怪兽改成守备表示 同时当男巫发动效果后 电子戒组的怪兽在攻击时能获得守备贯穿的属性 好家伙 这就是最强男主的实力吗 用一只四星罐兽就撂倒了三千大怪 在价格 Fragging Dragon 自身的レベル以下的猛者和バトル 没有破坏